我們跟昨天跟總統聊的情況 在今年過農曆年的時候 我記得是大年初一 蔡總統本人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希望可以有個機會可以講一些話 蔡總統把他這個過去八年執政 如果說我們有一些需要知道的地方 他可以再解釋 所以主要是一些溝通 那當然蔡總統也提到說 他希望說建立一個政黨溝通平台 那我是認為這樣 我們在野雖然要進到監督的責任 但是有一個政黨溝通平台也是好的 跟那個蔡英文會面 然後被說是招安是摩托 我們作為在野黨監督執政黨 這本來就我們職責 但是有一個溝通平台 政黨溝通平台 特別是在政黨的領袖之間的溝通平台 我認為也是有好處 也是必要的 所以這裡沒有什麼招安的問題 這場對面猶豫很久 畢竟你跟總統很久沒有坐下來 你又常常在檢討罵他 我哪有常常罵他 這個典型的又是漂泊離間 我倒覺得是這樣 如果總統本人親自邀約 我們也沒有理由就去拒絕 而且我認為 政黨溝通平台這個觀念是好的 怎麼看金融市府跟Net斬東岸的產權 我倒覺得是這樣 有幾個疑點 就是說 政府跟廠商簽那個 不管是VOT、OT、ROT 如果後來有併更 都蓋了什麼 應該一月要重訂 我不可以跟你簽一個月 你簽完一月以後 你又去蓋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那些都不算錢 或者說不算產權 這個是有問題的 金融市政府在林宥昌的時代 你都發死建造死罩給他 蓋完以後 怎麼沒有做那個產權登記 這個都太奇怪了 所以這個案子裡面疑問重重了 高宏安跟羅志強見面 羅志強是司法委員 會不會覺得有點不妥 高宏安 我們在之前我們都有 跟我們這個民眾黨的 這一邊都有 事先都有一些溝通 至於他一找羅志強 我覺得 有時候朋友見面也沒有什麼壞事 他們以前 以前應該都認識吧 溝通是什麼樣的內容 我不曉得 我怎麼會知道 你應該問羅志強 怎麼會問我 我們先講一下昨天跟總統聊的情況 就是這樣啦 那我在今年過農曆年的時候 我記得是大年初一 蔡總統本人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希望可以 有個機會可以講一些話 那昨天去主要是說 蔡總統把他這個過去八年執政 如果說我們有一些需要 知道的地方 他可以再解釋 所以主要是一些 一些溝通 那當然蔡總統也提到說 他希望說建立一個政黨溝通平台 那我是認為是這樣啦 我們在野雖然要進到監督的責任 但是有一個 政黨溝通平台也是好的 那怎麼看 現在就是跟蔡英文會面 然後被說是招安是摩托 所以這樣啦 我們作為在野黨 監督執政黨這本來就是我們職責 但是有一個溝通平台 政黨溝通平台 特別是在政黨的領袖之間的溝通平台 我認為也是有好處 也是必要的 所以這也沒有什麼招安的問題 從政黨溝通平台 一起來一起來 因為見面的時候是不是黨內有一些反對聲音 因為昨天黃國昌說 他覺得最應該談的應該是司法改革 這個當然這樣 因為司法改革 國會改革 媒體改革 也是我們的主要訴求的事項 所以在過程當中一定會提到的 那好像傳出說原本要在官邸這邊會面 然後民眾黨這邊 黨內委員知情都好像蠻反彈的 那我覺得這樣啦 公事公辦 所以一開始的確蔡總統是希望在官邸舉行 那我說這個既然他就是一個正式的 類似正式的敗位活動 那就還是在總統府 用總統府的會議室 那這樣的會談代表於入營 這會談猶豫很久嗎 這場對面猶豫很久嗎 畢竟你跟總統很久沒有坐下來 你又常常在警察罵他 我哪有常常罵他 這個典型的又是挑剝離間 就是這樣啦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總統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如果總統本人親自邀約 我們也沒有理由就去拒絕 而且我認為 政黨溝通平台這個觀念是好的 會跟內心的見面嗎 當然這樣嘛 如果我們主張 因為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主張說 政黨和解嘛 社會和解兩岸和平 就是我們的政策主張嘛 所以如果有這種 要建立一個政黨溝通平台 我個人是贊成的 那有討論說這個平台 用什麼樣的形式去進行嗎 這還沒講到 他只是說能不能建立一個 政黨溝通平台 我是同意啦 那會談有講到社會安全 是為2026綠百合鋪路嗎 這個就想太多了 這個 這個 我們只是針對國家重大事件 有一個政黨溝通平台 這觀念是對的 這我同意 其他的以後再講吧 整體身為怎麼樣 還好啦 還好啦 這談有談到社會安全網 那身為前北市長 有什麼具體的補網建議 給蔣萬安市長嗎 這個喔 其實社會安全網 我當市長的時候 本來就有一個 社會安全網的制度 我倒覺得最重要是 落實執行 這比較 其實制度都有 就要檢查他有沒有落實來執行 那這個政黨溝通平台 這個賴準總統 他也會採納這樣的政黨 未來會跟這個賴準總統來建議 沒有啦 是這樣啦 如果有邀約我們 我們當然是可以 可以討論 我倒覺得這樣 觀念是對啦 至於這是蔡總統提出來嘛 至於是賴副總統 在繼任之後 是不是願意繼續做 這個我就 這你要問賴副總統 怎麼看基隆市長跟內臣 東岸的產權 這個案子 細節我是不知道 不過我倒覺得是這樣 有幾個疑點 就是說 政府跟廠商簽那個 不管是VOT OT ROT 如果後來有併更 你知道 就多蓋了什麼 應該 應該一月要重訂 我不可以 現在跟你簽一個月嘛 你簽完一月以後 你又去蓋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 那些都不算錢 或是說 不算產權 這個是有問題的 而且這個 政府都 金融市政府在林佑昌的時代 你都發死 建造死照給他 欸 蓋完以後 沒有做那個產權登記 這個都太奇怪了 所以這個 這個案子裡面 疑問重重 就是說 簽約以後 如果有 內容的改變 那個約要重訂 怎麼可以照原來的約 這實在太奇怪了 那謝國良市長被罷免有道理嗎 我現在倒是認為這樣 法律問題不要政治解決 這個有這種產權的爭議 就法律去解決嘛 你要搞成這種 這種政黨對立再去搞罷免 這是增加社會的成本 我覺得這個 如果按照 如果這件事情要去搞罷免 那個不具正當性 因為法律問題為什麼不法律解決 要搞成政治解決 那什麼案子 陳崇文議員被收押進見 那之前針對監視器副議案 是在議會有造成這些爭執 是不是還有整個集團 會議員 昨天那個案子 其實我跟你講 我想如果你們回 常常這樣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你們去查那個在一年前 你知道 一年多前 我大動作出來開記者會 來評級這件事情 故事是這樣 因為我做事非常認真 所以在預算通過以後 你知道 凡是被議會加淡數 你知道 回到台北市政府 都要求逐條 我再自己看過一遍 我就發現那議會 給我加一條淡數 我就當時就有意見 這故事是這樣 我們台北市監視器 85%的 用2Mb的傳輸速度 就可以解決了 但是他們議會 就淡數就加一條說 如果要用2Mb傳輸速度 那以後這個 的狀態下 那攝影機只能買 100萬畫素的攝影機 問題是 現在100萬畫素的攝影機 已經沒有在生產了 那條淡數的目的 就要逼我們用 3Mb的傳輸速度 我說2Mb變85% 2Mb就解決了 你現在希望 百分之百 全部變成3Mb去傳輸 這每年的傳輸費用 至少要增加8千萬 我說這個根本就有問題 所以我想如果你們去調那個 錄影帶出來看 資料帶來看 我當時出來怎麼評級了 我說我柯文哲都還沒下台 因為國民黨跟民進黨 就聯合物錢 而且是財團勾結議會 榨取國家錢財 而且一年至少是8千萬以上 因為我們卸任了 所以我也不曉得說 在2023年到底蔣事務 是怎麼執行那條預算 還有啦 你都知道有問題了 你在 要編2024的預算的時候 是怎麼放水的 所以今天要去查2023 你怎麼執行 2024是基於什麼理由去放水 如果是議員的施壓 你要有勇氣 該呼籲就呼籲 如果呼籲你覺得還是不對 應該訴諸名譽 該堅持的要堅持 怎麼看高宏安跟羅志強見面 羅志強是司法委員 會不會覺得有點不妥 我跟你講 這樣啦 他們見面那一回事 不過這樣啦 高宏安 我們在之前 我們都有 跟我們民眾黨的這一邊 事先都有一些溝通 至於他一找羅志強 我覺得 有時候朋友見面也沒有什麼壞事 他們以前應該都認識吧 溝通是什麼樣的內容 我不曉得 我怎麼會知道 你應該問羅志強 怎麼會問羅 好